大家好,今天是8月9日星期一 今天開市大幅下跌 恒生指數跌210,國際指數跌111,科技指數跌87,科技股領跌 阿里巴巴由女職員投訴被人非禮 股價跌3.35%,跌幅最大的藍籌令指數跌65 北京海定區入品控告騰訊侵犯年青人權益跌1.45%,令指數跌27 美團跌1.7%,令指數跌15,美股開始跌15,汽車股跌幅最大 比亞迪受到獲利回兔拖累急跌4.5%,跌幅最大的藍籌令指數跌23 吉利跌3.66%,同樣運動服裝股亦受到獲利回兔拖累大跌 安達體育跌3.34%,李靈跌3.96%,特報跌3.69% 港股開始之後由跌轉升主要是金融股和科技股反彈 匯豐升2.66%,令指數升52點,有幫保險升1.52%,令指數升29點 金融股銀行升1.1%,令指數升14點,美團由跌轉升7.5%,令指數升128點 騰訊也是油跌轉升2.2%,令指數升39點,小米升1.33%,令指數升14點 再加上匯豐AIA等上升,除此之外地產股上升,恆基地產升1.86% 九倉升2.6%,內房股亦做好碧桂原升4.6%,滑溶置地升4.4% 中國海外升3.76%,官方呼籲半導體不要加價,半導體股下跌 中心國際跌4.6%,滑溶半導體跌7.7%,恆生指數最高升到26527,升348點 A股上週收市升1%,上升中合指數升33點,恆生指數上週收市升245點 國際指數升90點,科技指數升3點,成家88億元 下週降股升幅收窄,收市只不過升100多點 美團升4.86%,令指數升82點,騰訊升2.9%,令指數升48點 相反阿里巴巴跌3%,令指數升57點,比亞迪跌3.4%,令指數跌17點 海底撈升4.9%,帶動餐飲股上升4.4%,救毛救升5.7% 內房股上升,中國海外升4.6%,碧桂原升4.3% 水泥股持續反彈,海螺水泥升4.86%,華潤水泥升3.2% 中國建材升4.4% A股收市升1.05%,上升中合指數升36點 港股美市升幅收窄,恆生指數收市只升104點,國際指數升40點 科技指數受到阿里巴巴拖累跌32點,成交1475億元 美團及騰訊反彈,支持港股上升